周末一大早 小树蛙、狐狸猫、狸狸、麦麦聚在一起 几人正在热烈讨论着老师昨天安排的作业 设计一款桌游 小树蛙提议可以用四元素说的概念来设计 麦麦问 四元素说是什么啊? 小树蛙回答 四元素说其实是在古希腊时期被提出 当时人们在想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 亚里斯多德就提出了世界是由土、水、火、风四个元素组成 麦麦听到后马上反应 如果世界是由四个元素组成 那我们之前背的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又是什么呢? 小树蛙笑说 别急别急 科学的眼镜又不是一下子就达成的 当四元素说被提出后 就有人开始想 四元素可以相互作用改变性质 那能不能把廉价的金属变成黄金呢? 狐狸猫听到这摇摇头 觉得这也太天马行空了 如果可以做到 现在黄金应该取之不尽才对 小树蛙肯定了她的说法 的确如此 但当时的人不知道啊 所以才诞生了炼金术 这时 麦麦又提出了疑问 炼金跟炼丹是一样的意思吗? 小树蛙点点头 麦麦又问 可是炼丹 不是想要强身健体 炎年益寿吗? 难道是东西方的思想差异吗? 小树蛙回答 广义来说 炼金跟炼丹是一样的 都是去改变物质的性质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例如 将廉价金属变成黄金 或将铅、拱烧炼成药物 而且西方也有人想着 将炼金结合医学 像是16世纪 帕拉塞尔苏斯 就把炼金术融入医学 来制造医药品 它还透过燃烧木头的现象 证明 因为有可燃性的硫磺作用 所以产生火焰 而燃烧过程中 有凝聚力的水银 会跟着烟散去 最后剩下的灰 就是固体的盐 因此 它提出了盐、固体、水银、凝聚性 硫磺、可燃性组成的三元素说 莉莉回应 三元素说 感觉不常听到 麦麦好奇地问 盐不是化合物吗? 为什么说是元素呢? 小树娃说 三元素说 是指固体、凝聚性、可燃性 所组成的三种物质 形成的运作原理 不是指基本元素 到了17世纪 贝歇尔认为所有固体物质 都含有流脂土、玻璃状土 以及肥土 这三种土 刚好又能对应上三元素 后来贝歇尔的学生 斯塔尔 又透过观察与分析 得出物质燃烧时 肥土会释出变成灰 金属生锈时 也有可燃性的肥土 会从中释出 变成金属灰或生锈 因此 斯塔尔认为肥土 比原本定义的更为重要 把它重新命名为燃素 听完小树娃的解释 大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但狐狸猫突然想到 之前讨论质量守恒时 也有探讨过燃素 它也有无法解释的现象 荧幕前的你 可以帮大家找出答案吗? 如果根据燃素说的观念 每个可燃物质都含有燃素 当物质燃烧时 会失去燃素 灰烧的质量就会因此而减轻 但有科学家发现 把锡加热成白色固体时 质量会变重 狸狸跟麦麦浮出疑问 所以燃素说也有无法解释的情况 该怎么办呢? 狐狸猫抢答说 我知道 这时该换拉瓦杰出场了 没错 小树蛙接着说 拉瓦杰先试着让钻石 在聚集的阳光下加热 发现钻石燃烧后 什么都没剩 所以燃烧应该跟空气有关 为了继续研究燃烧跟空气的关系 它先尝试烧了当时 被认为含有大量燃素的磷 结果燃烧后 它的产物质量果然变重了 拉瓦杰没有急着下判断 他继续实验 观察铅、铁等不同物质 燃烧前后的质量 最后他确定 燃烧会从空气中吸取某些物质 空气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气体 而是混合物 只有部分空气会参与燃烧 麦麦追问 那个加入燃烧的部分空气是什么呢? 是氧气吗? 小树蛙神秘一笑说 拉瓦杰发现 燃烧后的物质 溶于水后 很多都呈现酸性 所以他认为酸性物质 一定包含这种气体 也就把这种气体 命名为酸素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氧气 听完小树蛙的介绍后 大家对于自己要做的这款桌游 又更了解了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四元素理论中 提出自然界存在四种元素 土 水 火 风 帕拉塞尔苏斯 透过燃烧木头的现象 提出盐 水银 硫磺 组成的三元素说 费歇尔认为所有固体物质 都由流脂土 玻璃状土 肥土组成 并能与三元素对应 斯塔尔透过观察 分析 得出物质燃烧时 肥土会释出变成灰 金属生锈时 也有可燃性的肥土 会从中释出 变成金属灰或生锈 因此将肥土重新命名为燃素 拉瓦杰 借由实验得知 燃烧会从空气中吸取某些物质 且燃烧后的物质 溶于水后 多呈现酸性 所以将这种气体 命名为酸素 也就是氧气 最后 请一起想一想 你是否曾在生活中 看过什么氧化还原反应呢 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们 下次见啰 拜拜